熊獅現在目前其實職缺非常的多樣化 因為整個熊獅集團現在目前不是單純只有旅行社 我們現在目前整個集團旗下也有公關行銷公司 然後也有媒體公司 也有IT公司等等 熊獅現在目前比較有特色的一些職缺 包含像是我們所謂的現在目前所謂的旅遊達人 我們現在目前有在徵求很多的這種所謂各行各業的一些達人 那這個是關於在我們做所謂的主題性的旅遊商品上面 需要有很多的達人來跟我們一起做一些 不管是行銷也好或是在產品設計也好 這樣子的一種互動 所以目前在熊獅來說也算是蠻特色的一個職缺 你是真的很喜歡旅遊業的工作的 要不然其實大多數我們大概面試99.9的人 基本上他每個都說他想進旅遊業的工作 是因為他喜歡旅遊 可是這個不能當作他是一個人格特質 旅遊業的工作跟喜歡旅遊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決斷的一種一種東西 我們旅遊業的變的狀況是說很有可能會是因為 因應很多的比如說像天災人或或是政治或是地理環境術等等 會有很多的那種變化性存在 那很多的求職者都會覺得是說他覺得好像一個公司 就是公司他可能會有朝令夕改這樣的一種狀況存在的話 他比較難以接受跟適應 這也是目前我們算是企業文化的一種特色 所以多變性是我們希望求職者來他能夠接受的這種工作環境氛圍是這樣子 鼓勵求職者你一定要敢說 你一定要勇於表達自己 那在旅遊業來說呢 你在面試的當下你能展現你的自信度 跟你在旅遊這邊的一些經驗的時候是相對有其加分的 我們也是希望鼓勵求職者就是你能知道的你就說 不知道的你不要胡周 因為胡周的相對的情況之下你可能會侃侃而膽很多東西 可是其實有些東西對我們來說反而是相對扣分的 有的東西其實說真的能回答就回答 不能回答就是不要不懂裝懂 這是我們目前比較去在面試當下會比較concern的一些點